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近几年播出的新生代奥特曼中 由于有了万代的肚子 已经越来越趋向于买玩具的产物 这些星亚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外挂 让人眼花缭乱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哪个奥特曼的外挂最强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5.欧布奥特曼 欧布能够冠上寨王的称号 就是对他开挂最好的证明 本来开只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宇宙人 在欧武林行星获得了欧布的力量 从此开始了他的借债之路 从最开始的迪加卡片 到后来的贝利亚卡片 外挂逐渐变态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在刚开始获得贝利亚卡片的时候 欧布竟然还会被黑暗的力量反噬 估计是会员到期了没需费吧 4.X奥特曼 X不像其他奥特曼一样 寄宿在人间体体内 而是以数据化的方式 生活在变身器中 这本身就很离谱 而在X中的地球防御队中 还存在着一位专门为X开发装甲的 外星人格尔曼博士 甚至连诺亚送给塞洛的帕拉提之盾 都给复制出来了 自带外挂开发人员 X还是头一个 3.杰德奥特曼 别看杰德年龄小 他的实力在新生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这全靠他手中的融合生化器 和奥特交囊了 无论是奥特兄弟 还是平成三杰 就没有他借不到的力量 甚至奥特之王的力量也能被他融合 方言整个新生代 有谁能借到这位大人的力量 不愧是被老黑的儿子 2.赛罗奥特曼 别的奥特曼都还在考虑 该借谁的力量的时候 赛罗却完全不担心 出迅动呀送给他的装备外 赛罗的力量几乎都是自己领悟而来 别人靠借力量使得自己强大 但是赛罗强大的原因在哪呢 就是官方送给他的主角光环 无论是在哪部奥特曼中 出场都是逼格满满 他本身就是一个外挂 1.西卡利奥特曼 别的不说 但单单看西卡利奥特曼 胸前的勋章就知道 他的不简单 目前已知的奥特曼中 也只有左飞能和他一较高下了 西卡利获得这么多勋章 靠的不是自己的战绩 而是自己为光之国科学所做的贡献 奥特这样能力还把西卡利做的 生化器一变态吧 也是西卡利做的 简单来说 西卡利从不使用外挂 但他却是外挂的制造者 人形制造作弊系了解一下 与西卡利一对比 感觉前面的欧布 RX都要靠边站了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带来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